一哟 时光荏苒 现在已经2022年了 下半军在这里给大家拜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这也是我当up主的第365天 很感慨 在疫情的阴霾下 一年就这么快的过去了 前两天翻开去年年初 自己给自己定的KPI 发现大部分都没有完成 今年要努力了 咱们原规正传 上帝想踢球了 于是他带走了马拉罗纳 上帝想打篮球了 于是他带走了科比布兰德 上帝想看喜剧了 于是他带走了志村剑 志村剑为什么地位如此之高呢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呢 他为什么能达到今天的成就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下半电影 如果大家想听谁的故事 用弹幕和留言的方式告诉我吧 一定满足 2019年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让全球陷入了恐慌 在红色的五星国旗的保护下 我们如今能够安全的在家里躺着看视频 但大洋彼岸的岛国却不同 疫情肆虐摧毁了日本的经济 短短两年就换了三个总理 而不禁又怀起了日本政坛的能力 与此相反 东京的每日干人数 稳定的维持在每日300人的数字上 这个数字在如此之高的人口密度下显得出奇的低 可以算得上是全世界高人口密度城市中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久而久之人们也发现了异常 原来管理被感染名单的办公室只有两台传真机 每台传真机每天最多只能接收150份名单 所以并不是东京的感染人数低 而是他们一天最多只能接受300份的宽针 那些脑瘫们都到了2019年了 还丢不掉低效的上个世纪的工作方式 可见日本人是多么的顽固 正是因为日本的政府无能 让我们永远的失去两个熟悉的老家伙 熊把千亿真一和玉三家之一的志存健 志存健的离世是因为感染新冠后的并发症 他感染新冠的原因有点可笑 他酷爱没事逛风俗店 在新冠大爆发的时候也照去不悟 而且他是戴口罩的著名反对者之一 结果他在风俗店感染了新冠肺炎 没过一个月就去世了 他也是日本新冠初期因为新冠而去世的 最著名的人物没有之一 也正是因为他的去世 日本国民才初步认识到了新冠的可怕 开始自觉的消毒戴口罩做防御 志存健有多牛掰呢 简单的说志存健就是日本的赵本山 作为日本第二代喜剧人的代表 几乎全亚洲的八零后都是看着志存健长大的 北野武秋刀鱼都是志存健的宿敌兼之友 也被称为日本喜剧的玉三江 在日本经济巅峰的九十年代称霸了搞笑界 也改写了日式喜剧的历史劲章 志存健为什么地位如此之高呢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呢 他为什么能达到今天的成就呢 有B的捧个B场 没B的捧个赞场 实在不行还可以三连以防迷路 志存健原名志存康德 1950年2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东村山市 我差点就住这个城市 虽然在都内但特别的远了 他1973年成为了TBS认才的练习生 开始了参与漂流者主演的八点全人集合节目 正在1974年成为了节目组的正式成员 虽然是个刚刚加入的新成员 但志存健出色的表演天赋 让他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1977年 志存健开始参与了漂流者大宝笑节目 让自己的人气成火箭式的暴增 漂流者早期是个乐队 后来转旋成了喜剧组合 志存健正式顶替了年事已高的正式成员 才正式的加入进去 漂流者大宝笑在七八十年代是个顶楼节目 他们爆火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有大量的人气歌手共同演唱和参与喜剧演出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偶像效应 节目平均收入率为27.3% 全胜时期收入率高达恐怖的50% 并在1973年的4月7日 创下了50.5%的最高收入记录 1987年 在漂流者大宝笑因为种种原因停播后 节目组围绕着志存健 达到了一个他自己的专手节目 志存大宝笑 志存大宝笑是志存健的标志性节目之一 包括后来的志存殿下 等于系列的作品都源于志存大宝笑 志存健经常以怪鼠脸 喷脑鸡嗓子居 很大一部分的作品都会夹杂着 甚至是以黄段的为主体 而志存健绘成绘色的表演 其实是本色出演 志存健本人就是个老色胚 而他表演的不仅是自己的 更是日本人最为真实的一面 不只是日本人 其实每一个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老色胚 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锅里的生物本能 这是没法改变的 欧美文化与亚洲文化 这套区别是对待性等敏感课题的态度 欧美人向往自由 向往解放天性 乐于指使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亚洲人注重保守 更加注重对于传统伦理的维护 两者没有对错好坏之分 有的只是单纯的地域文化的分析 日本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 就像一个出生在亚洲 却在漂亮国长大的孩子一样 在拘谨下称道不羁 在放荡下纠结教条 日本文化能接着到什么程度呢 在日本的风俗店中 有无数种听到没听说的各种套餐 但有一条法律在限制他们 日本的防止卖身法中规定 在允许风俗业存在东京都的风俗店内 不允许有活塞运作 除了这个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正是这种扭曲而又纠结万分的生活态度 才形成了如今独特的日本文化 这种奇妙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就是至尊剑 或者说是日式喜剧 开脑洞无厘头没底片 都是只属于日本电视台的重口论 他们想要的那些 既在自己认知范围内的 要十分兴奋的五彩斑斓的黑 而至尊剑为观众展现的 除了各种不讲道理的一样花儿蛋白 还有藏匿于生活中的人们的小心思 当你坐在下班的地铁中 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睡到在你的肩膀上 甚至看到一些不能播的东西 是不是有些兴奋呢 但如果一个中年大叔靠过来 是不是想给他一大壁斗扇走了呢 至尊剑正是因为足够的了解 人们心中最见不得人的小心思 才会让所有人都能与其产生共情 让大家肆无忌惮地笑出来 除了艺术成就 至尊剑的人格魅力也就是他 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有一天 直分剑的一个后卫向他借钱 说是因为自己的女儿要动手术 需要三百万日元的医疗费 走投无路了 他向直分剑求助 直分剑二话没说 给他拿了一千万日元 让他好好照顾家人 但不久后 那个后卫被发现 他的女儿并没有生病 只是单纯的 想骗直分剑的钱而已 直分剑知晓了此事后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发雷霆 反而放心了下来 说道什么嘛 你姑娘没病完的太好了 这下我就安心了 也没有要求后卫还钱 不了了之了 又有一次 直分剑要去国外拍摄 就带上了自己的助手 与自己一同前去 拍摄的过程一切顺利 可下了回国的飞机后才发现 助手把直分剑的行李给弄丢了 助手下的满头大汗 瞳孔就像地震了一样 不断的颤抖 人都快站不住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闯大祸了 但直分剑没有责备他 反而笑了下 安慰起了助手 日后助手问直分剑 为什么不责备自己的时候 直分剑说的 我骂你行李也回不来 只会让你困扰而已 你知道和搞错轮件的时候 骂你 当场就能改正 这是有意义的 那行李丢了就不一样了 人都会犯错 没什么的 这让人想不到 一个在台上装风卖傻的喜剑人 竟然是如此的善良温柔和豁扎 直分剑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 看尽时间百态 经历酸甜苦辣 拼命的享受生活 也不利息对周围人的分享 此而久之 随着直分剑的人气越长越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被人们称为日本搞笑之王 而他的作品也开始不局限于那些 不能过神的东西了 直分剑开展了一个新的节目 叫至村动物园 这个节目虽然名叫至村动物园 但主演并不是至村 而是小猩猩阿笨和狗狗阿詹 经常混迹于B站和油管的小伙伴们 一定见过这对没头脑和不高兴 谁会不喜欢古灵精怪的小猩猩 和憨口可爱的动作卷呢 看着他们 直分剑仿佛不再是那个猥琐的怪叔叔 而是个温文尔雅的老爷爷 带着瓷下的目光 为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微笑招手 向他们讲述属于动物们的童话故事 不幸的是 斗牛浅阿詹于2016年3月8日撒手狗欢 永远的辞去了这个职务 2020年3月23日 直分剑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三天后紧急入院 报道称直分剑意识混乱 能带重症监护室与病毒作斗争 但是年轻的老人似乎很合病毒的胃口 2020年3月29日 直分剑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享年70岁 直分剑的去世让全日本下起了一场大雨 只不过雨水并非来自天上 而是源于人们的眼眶之中 用永远的神来评价直分剑 一点都不为过 毕竟还有哪个喜剧人 能让自己离世都充满笑点呢 众所周知直分剑是个出了名的老色胚 终身未娶 但他60岁的时候 被曝出要与人气AV女優 赵美回乡闪婚 不过此事后来也没有下文 他的弟子也曾透露过 直分剑更换女友的速度 也是无人能比 在缅怀这位国民演员的同时 也在唏嘘命运的无常 直分剑就是这么一个人 不拘泥于小事 对待他人温柔 尽心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终成为了一代喜剧之王 他更是近代日本文化的缩影 中国有赵门山 日本有直分剑 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喜剧之王 之所以可以获得如此高的历史 和社会地位 根本的原因是被大众认可了 而日本政府也因为社会压力 和直分剑等众多名人的病逝 开始重视起了对疫情的管控 希望直分剑老人家 能在上面和狗狗阿湛 好好的 色字当头一把刀 愿天堂没有丰富地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各位打工人 我是下半电影 喜欢的朋友 请一键三连和订阅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爱动力 下半电影 用蚊子和光影照亮屏幕前的你 我们下期见